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使用以拉來製作圖表 那如果你想要在以拉上面直接用它內建的圖表來做的話 你會覺得它的圖表其實還蠻不好看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想起Excel的圖表 那我這邊稍微幫大家複習一下Excel圖表怎麼做 那其實就是你只要給它個四個數據 就給它任何數據然後去插入圓表圖 你可以使用這種分離的或是一般的這樣 那我這邊是選分裂的 那分裂的時候就是你除了它基本的顏色可以讓你選以外 它還可以使用帕數或是有把字放進去 那我們這邊先用這個好了 就是有字又有帕數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要告訴大家說其實Excel裡面的圖表是可以跟以拉共用的 那你只要按圖表 然後如果你按右鍵的話你找不到複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使用Ctrl加C 然後到以拉上去Ctrl加B貼上 然後它就出現在以拉上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點它做分 就把它分開 可以拿來做編輯 然後拿來做你想要的各種效果 對 那這樣子看起來總比你使用以拉的那一鍵的圖表好看多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拉大 把它拉大做一個各種的效果這樣 好 那今天就整次來告訴大家 有一個很蠻酷的小訣竅的 好那就這樣 掰掰